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刚刚过去的周日连续发生了三起枪击案 德州一名前警员因为家庭纠纷开枪杀死自己的女儿与妻子等三人 今天早上遭到逮捕 威斯康新的一间餐馆因为赶走一名顾客 导致他随后拿枪回来射击三人死亡 而昨晚在芝加哥的一家麦当劳 一名七岁女孩与父亲遭到埋伏 女孩身中竖枪后死亡 对此当地社区则怒斥枪手毫无人心 4月18日下午4点15分左右 男子带着七岁女儿开车买麦当劳外卖 而在drive through的通道上突然遭到袭击 二人乘坐的轿车上全是子弹孔 警察赶到现场后立即将女孩送往医院 但因伤情过重不幸死亡 女孩的父亲还在抢救 目前嫌犯则处于再逃状态 威斯康星 可诺莎县周日也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导致三人死亡 两人受伤严重 警方表示 枪击原因是枪手被餐厅赶了出来 于是拿枪回来报复 而自从3月16日亚特兰大按摩店枪击案发生后 这已经是全国第50起枪击案了 同一天下午 德州警察接到枪击案报警 三人死亡 枪手是一名前警员 据了解 此前嫌犯因为侵犯一名少女 遭到自己妻子的举报 这次他则将妻子与女儿 还有女儿的男友全部击毙 今天上午 他被发现走在一条高速公路旁 虽然佩戴着一把枪 但并没有反抗 目前已经被关押 对此 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气表示 枪击案已经成为全国另一场健康危机 而心理学家则警告 暴力事件不断发生 但无法解决的情况下 只能让民众心里变得越来越麻木 可能会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 前米尼阿波利斯警察 沙文贵沙弗洛伊的案 今天迎来了最后的宣判 在经过三个星期的证据呈现 与简辩双方的辩论之后 配审团为整个案件划上了句号 而在另一边 全国多地都在防备着可能出现的大游行 甚至民主党立法者的表态 被很多人视为挑动暴力 然而不论审判结果如何 大规模人群甚至是暴力事件 可能仍无法避免 在最后的结变中 检方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让陪审团记住 弗洛伊德生前的最后画面 对此辩方并不同意 沙文方表示 弗洛伊德之死原因复杂 包括吸毒与身体疾病的发作 并表示沙文在高度紧张状态时 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截至明年阿波利斯时间晚7点半 陪审团仍没有得出最后结论 沙文最终将被判处 谋杀罪还是误杀罪 成为案件的关键点 非议民主党议员 在参加明尼阿波利斯的抗议时 发表的简话引起极大的争议 共和党方面批评他挑唆暴力行为 对此沙文的律师向法官提出抗议 认为这个言论会影响公正的判决 虽然法官拒绝了沙文方的要求 但表示这种表态非常可恶 对此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则指出 Maxime Waters说的对抗并非煽动暴力 而是指在民权运动中的做法 对此全国多地的商业区则做好了准备 迎接可能到来的又一轮抗议 甚至是打砸抢事件 明尼阿波利斯市则严阵以待 法庭外架起铁丝网与路障 而当地自上周末起就出现了示威人群 按照拜登政府的规划 从今天开始 全国所有16岁及以上的民众 都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 而根据最新的数据 全国目前已有超过50%的成年人 已经至少接种到第一剂疫苗 但数据也显示 非裔与西班牙裔的民众 接种疫苗的比例 仍然低于其他的种族 2020年12月中旬 纽约州的重症护士桑德拉林赛 成为全国第一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 当时他就希望其他人也能接受疫苗 而到了四个月后的今天 根据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 全国有超过1.3亿的成年人 至少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而这刚好超过全国成年人总人口的50% 从今天开始 全国范围内所有满16岁的民众 均有资格接种疫苗 根据拜登政府预计 每10个美国人中就有9个人 生活在距离接种点不到5英里的地方 而到了目前为止 非裔与西班牙裔民众 接种疫苗的比例 仍低于其他群体 对此 国家首席防疫专家福气表示 质疑疫苗的官员 就是在玩弄公共卫生 将其政治化 与此同时 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仍继续叫停强生疫苗的使用 尽管此前传出接种疫苗后 出现罕见血栓反应的个案 共有6起 比例不到百万分之一 对此联邦卫生局局长表示 卫生部门将在几天后 对如何处置强生疫苗 做出进一步决定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全国目前的单日接种量 超过300万剂 而公共卫生官员希望 这一数字能够继续提升 加州目前已有25%的人口 彻底完成了疫苗接种工作 为了进一步打好防疫战 洛杉矶计划斥资10亿 来整顿流浪人群的问题 然而随着乔治弗洛伊德 死亡案件的审判接近尾声 南加警方预计可能会再次 爆发大规模的抗疫活动 各地区的执法部门 将进入高度的戒备状态 据最新书记显示 加州目前已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彻底完成了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 也就是说 截至目前 州内约有近1000万人 接种了辉瑞 莫德纳 或是强生疫苗 所以至今 有84万人 完全疫苗 我们只收到6000冠状件 虽然这数字 是从43国家和地区 并肯定是预计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疫苗正在工作 然而从人口比例来看 州区的免疫水平 还是有待提高 虽然州的疫苗接种总数 目前位列全美首位 但免疫州和新墨西哥 多个地区的疫苗接种水平 去远超加州地区 同时就在上周五 洛杉矶市场贾西提 计划在政府的下个年度预算当中 赤字近10亿美元 来整顿当地的流浪人群问题 预算的8亿美元 将被用于提高收容所的居住条件 并拓转地区的相关业务 而其余1.6亿 将被分配给流浪人群 来安顿他们的日常生活 贾西提指出 安顿地区的流浪人群 是洛杉矶防疫工作的一大重心 如果流浪人群 无家可贵的问题 能够得到解决 那么洛杉矶距离安全 并彻底开放地区经济 也就更进了一步 然而 随着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 遭白人警察沙文 押警致死的法庭审判 接近尾声 加州地区的执法部门 也再次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 部门预计 不少地区可能会在本周 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活动 而为了防止像去年一样的 抢杂事件发生 南加警方 在比弗里山庄的住宅区 和商业区 都加大了执法力量 警方和地区安保公司 将保持全面戒备 而部分企业和相关机构 也会现实运营 正在狱中绝食的俄罗斯 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健康恶化 律师表示 他的背部有两处 追尖盘突出 四肢开始失去知觉 俄罗斯监狱部门 今天称已经将纳瓦尼 送往医院治疗 并称他目前的状况 令人满意 俄罗斯联邦监狱司 今天发表声明表示 纳瓦尼被转送至 弗拉基米尔一间监护医院 弗拉基米尔在莫斯科以东 相距约180公里 俄罗斯联邦监狱司 除了表示 纳瓦尼的状况 看起来还不错之外 也让纳瓦尼服用了维生素 来治疗他的症状 纳瓦尼的医师团队 成员之一 阿什·赫敏 昨天在联书透露 纳瓦尼的健康情况 正在迅速恶化 随时有可能心跳停止 消息传出后 德国、法国与美国 都表示关切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波瑞尔 今天也表示 纳瓦尼的情况 令人非常担忧 他并再度要求莫斯科 立刻让纳瓦尼接触他信任的医疗专业人员 波瑞尔说 欧盟会要俄罗斯当局 为纳瓦尼先生的健康情况负起责任 纳瓦尼今年1月 自德国返回俄罗斯之后 即遭到逮捕 他被指控违反缓刑规定 因此被判处两年半的徒刑 纳瓦尼则称 这桩罪名根本是无中生有 在入狱之后 为了抗疫预防 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医疗照护 纳瓦尼自3月31日起 以绝食手段抗疫 因此近来身体状况亮起红灯 印度的血清研究所 一直是全球疫苗供应链中 极其重要的一环 而昨天该国单日确诊数 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导致民众供应不足的同时 让原先92个国家的 两亿剂疫苗计划被迫停产 而另一方面 以色列则因为 其出色的疫苗接种覆盖率 正式取消了户外口罩令 中小学也将全面开放 印度作为全球人口第二大国 以及全球新冠疫苗的生产大国 其国内的印度血清研究所 一直以来负责了 全球整个疫苗供应链的60% 而由于其国内的单日确诊数字 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 达到了26.1万人 以及英美对于部分 疫苗材料的出口限制 血清研究所的疫苗供给 出现了严重的致缓 该国的首都德里 也已经宣布实施宵禁 以限制病毒的传播 血清研究所最初承诺 为92个国家或地区 生产多达2亿剂疫苗 而目前这些计划 也已经被迫搁置 这所研究所一直以来 都在为新冠病毒疫苗 实施计划组织COVAX 提供疫苗 而COVAX则是一直以来 向贫穷国家提供疫苗的 最大管道 印度现在也只能 转向优先满足国内需求 根据印度卫生部的统计 目前已经有 五个邦的疫苗供应 严重短缺 其中奥里萨邦 有近700个疫苗中心 因此关闭 与印度的疫苗接种 呈现两极化的以色列 却已经宣布 正式取消户外的口罩令 中小学的线下教学 也已经全面重启 不过室内公共场所 例如商店 购物中心和礼拜场所 仍然需要佩戴口罩 由于该国的疫苗接种进度 十分顺利 根据当地卫生部的数据 已经有60%的以色列人 完成了第一剂疫苗 56%的人 则已经同时完成了 两剂疫苗的接种 该国的集中数据 驱动医疗系统 以及灵活的疫苗分配方式 都大幅加快了其接种效率 不过该国的总统 内塔尼亚胡依然表示 虽然从冠状病毒出现到现在 我们正在引领世界 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冠状病毒 它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尽管大量民众 在收到解除禁令的时候 感到兴奋 但还是有些人在慢慢调整 并依然选择在户外佩戴口罩 加拿大的新冠疫情 正持续恶化 加拿大上周的 每百万人新增确诊数 自疫情爆发以来 首度超越美国 专家小组也警告 若政府再不改善防疫措施 安大律省在两个月后的感染率 可能会飙升600% 加拿大安大律省周日通报新增 4250起确诊病例 18人病故 2107人住院治疗 此外 总理杜鲁道表示 政府将驿注额外的医疗人员和设备 到安大律省 协助对抗疫情 杜鲁道在推特发文表示 政府将从不同的联邦部门 动员医疗专业人员 将他们派驻到安大律省 特别是情况最为危急的多伦多地区 拥有1400万人口 加拿大人口最稠密的安大律省 多日来苦于对付 创新高的新冠确诊病例 住院和家户病房患者 这些病例恐让当地医疗体系崩溃 安大律省省长福特 本月7日颁布了居家格林政令 但这无法立刻缓解当地 英国变种病毒更高传染性的影响 境内超过三分之二的病例 都是感染英国变种病毒 目前加拿大全体人口 仅有22%施打过疫苗 而美国则有37% 尽管加拿大已向7家疫苗供应商 下定了超过4亿剂的疫苗 但因国内缺乏疫苗生产能力 因此还是呈现供不应求的情形 根据报道 安大律省将从20号起开始放宽 让民众取得疫苗 让今年年满40岁以上的民众 接种阿斯利康推出的新冠疫苗 新冠疫情期间 加州政府为了保护房客 下达了禁止房东驱逐房客的法令 然而这种做法有时却使房东 蒙受巨大的损失 洛杉矶就传出一对年轻夫妻 花了数百万购买了豪宅 然而房客仗着禁止驱逐房客令 不肯搬走 导致这一对年轻夫妻 迟迟无法搬入新房 考虑将房屋出售 这对年轻的夫妻 花了数百万美金 购买了这间位于长滩运河上的豪宅 而他们本以为 搬完过户手续后 便可以顺利搬入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没想到新房主的美梦 变成了噩梦 因为住在这栋豪宅内的租客 在租月到齐后 人不愿意搬离 还直接告诉新房主 他根本不打算搬走 除非法院强制规定 要不就是他自己 愿意搬离的时候 确实由于新冠疫情 当地驱逐房客的禁令 要到6月30日才会结束 这就表示 法院至少要等到6月底 才能开始采取行动 而这对夫妻 三个月前 就已经买下了这栋豪宅 为了让房客搬出 房主甚至提出 用3万美元交换钥匙的提议 但却遭到房客拒绝 而专门处理此类案件的律师表示 屋主在7月1日之前 都无权向房客 提出60天的驱逐通知 律师表示 如果房屋已经完成过户 房主便没有驱离 房客的权利 但如果房子还在办理过户之中 便有办法 绕过驱逐房客的禁令 房主表示 他们由于担心 遭到房客报复 甚在考虑卖掉 他们梦寐以求的房屋 但他们也担心 没有人会买一个 房客拒绝搬离的房屋 旧金山一栋民宅 昨天发生了大火 一对妇女不幸遇难 据警方推测 该起事故 极有可能是帮派成员所为 而至于他们为何会盯上 这户家庭 执法部门还在 进一步调查当中 据目击者称 暂发当时 一位身份不明的男子 向窗内投掣了某个物品 随后房屋很快 就被大火吞噬 据警方声明 该起大火事故 共有两位受害者 他们分别是 37岁的Esam Masley 以及他年仅1岁的女儿 除此之外 受害者身怀六甲的妻子 也不幸烧伤 家属表示 Esam是当地一家超市的收银员 然而就在上周六 超市内部就发生了 一起枪击案件 并造成了一名男子死亡 警方断定 该名男子可能与地区的 帮派成员有着相应联系 而此次的火灾事故 也极有可能是 帮派内部的人员所为 家属表示 他们原先 这是为了逃避政治迫害 才来到了美国 然而此次的火灾事故 再次给这一户家庭 敲响了警州 我们因为战争由于战争 我们认为我们要救人 但是 你知不知道 他们也跟着这一户家庭 消息过后 让我们来看 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话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我现在人在纽约 为您报道今天4月19号 星期一亿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 周一美国股市再度出现了涨高之后 震荡回荡的走势 主要股指间开盘就是下跌 开盘 那么大指开盘跌了0.5% 跌幅是比较深的 今天科技股表现在为疲弱 此外银行股也在早盘一度出现了较大的卖压 许多上周爆出量力财报的大型银行 出现了获利了结的卖盘 像是高顺在早盘是一度跌了1.3% 富国银行是跌了0.3% 不过在收盘的时候 跌幅缩小之后都转为了小涨左收 此外加密资产的走势 也成为今天市场上关注的焦点 随着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在上周三 它在纳斯达克直接上市 带动了比特币的价格 创的记录是达到了64000美元 不过在周末的时候 这个Bitcoin是价格突然意外的下跌 一度从高点跌了近19个百分点 那今天的交易是在55866美元 这也再度显示了加密货币 它的大幅波动性 也因为这个原因 使得公司有购入大量比特币的特斯拉 今天公司股价也受到影响 收盘时下跌了超过3个百分点 此外Coinbase今天股价也下跌了2.6% 本周的企业财报会加速的出炉 包括像是Nafis Johnson Johnson Snap还有Intel等公司 都会在这个星期公布他们的财报 IBM跟联合航空公司 在今天收盘之后 也会公布财报 而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超过9%的标普500成分 公司已经公布了第一季度财报 这当中81%的公司他们的业绩是超出预期 这平了2008年之后 业绩超预期的记录 今天收盘时主要股指是以下跌作收 导致在收盘时跌了123点 最后报在34,077点 标普百指数跌22点 报在4,163点 而那是指跌幅最深跌了近一个百分点 跌137点 最后收报在13,914点 今天没有重大的经济数据 在交理个股方面我们首先来关心的是 GameStop交易代码是GME 这是游戏驿站 今天收盘时股价是涨了超过6% 收报在美国163.50美元 为了朝向电商公司转型 GameStop在今年宣布 他的执行长叫George Sherman 将于7月31号卸任 而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 他们能找到新的继任者的话 那Sherman就会提前卸任 近期GameStop他们换了一个新的董事长之后 在积极地寻求转型 一直希望能够换新的执行长来带领公司 这个消息是激励了今天GameStop的股价上涨 再来关注的是可口可乐公司交易代码是KO 今天收盘时股价涨0.6% 最后收报在美股54美元 可口可乐周一公布了一季度的台报 它的销售是年增5% 达到90.2亿美元 美股获利也年增8%至50美分 这个都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 执行长表示呢 随着疫苗加速供应 以及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 对于今年全年的猜测充满信心 同时认为在下个月就是 三月份的时候 他们的整个需求 就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好 以上是华语电视记者文威廉 在纽约所作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 4月19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心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